《星期五》 又來到星期五QA時間 要呼籲大家 呼籲大家如果有問題 就去到我們YouTube Channel下面 YouTube下的留言 任何一條影片都可以 問回我們問題 因為Facebook那邊我們會與你負責 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歡用Facebook 但忍耐一下 因為Facebook實在賺錢太多 所以我們要給YouTube賺錢 還有那邊有點亂 另外有個好處就是 你在YouTube這邊問 其他朋友都能看到 有時有些我們未能這麼快回答 我們大家容易處理 或者有人看不過眼的會先回答 有時我們未必回答的 你可以很快知道 還有有高人會回答你的 比我們的高人一定會回答 一定有 好了 今個星期有多問題 所以就 先去第一題 Casa Mandans 不好意思 我還不懂得讀你的名字 特別的名字 我先叫你Casa Casa 10月會去露營 一向都是拍照 很少拍片 但今次想試試拍Vlog 手頭上有一個HR3 24105 老挖的15 還有G7200 G Master 想問問我們 應該買Gimbo HR3 還是買Action Cam 加Gimbo 好些 預算大概五千元左右 另外 Casa也問 因為未用的Action Cam 想了解一下 和無反拍片畫質上的分別 先回答前面 我覺得Casa的這件事 Gimbo加A7R3 Gimbo加A7R3 這件事 太強了 拍Vlog 就有少少 辛苦一些 因為 稱得起A7R3 那些Gimbo 基本上 也有差不多重量 很多都可能雙手 如果想再穩定些 當然有些單手型號 但是 當你單手加A7R3 可能我們落資 20Z05 都不太好 可能你落資 老挖 你的手可能要粗過我 才能夠調整 大腿那麼粗 所以 如果你打算拍Vlog 就不太建議這樣做 當然 你都可以嘗試 落腳架 這樣就沒問題 但是 如果你打算手持 一路走一路拍 就不要這樣做 另外 你說買Action Cam 加Gimbo 其實我覺得 你沒有玩Action Cam 的話 又沒有需要 特意買Action Cam 除非你打算 Action Cam 有另外的功能 例如你去露營的時候 你一路走 一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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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頭盔 把東西撞到 如果不是我得 就未必需要特意買Action Cam 反而 你的情況 我覺得 你不如 你用手機加Gimbo 對 這些Gimbo 我覺得問題都不大 可能你站定定說 都會不需要Gimbo 但我覺得咪很重要 因為你要表達一些東西 清晰的聲音 清晰的人聲 是比任何畫面更重要 因為任何畫面 市面也有些 例如藍牙咪 或者無線咪 甚至指向咪 是用手機用的 例如夾咪 好像我們現在夾在這裡 其實收音就會很清晰 因為牌子 只這樣插iPhone這個位置 就已經是什麼 對 有很多這些產品 但是留意一下 如果你要插這些有線 就可能你未必可以下Gimbo 因為下Gimbo 會頂住 有些位置會頂住 那你買Gimbo的時候 也要留意一下 當然 你說 不是啊 真的是Action Cam 你覺得有其他用途 即是同事有其他用途 那就是Action Cam加Gimbo 但還是要外置咪 Action Cam的收音會更加差 更加差 出了名差 對 很多人都要加外置咪 對 尤其是你拍Flog 收音真的很重要 現場講的感受是重要 就是Flog的精髓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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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建議是這樣 另外 Action Cam和無反畫質上的分別 嘩 當然大了 大 但是呢 一個問題就是 以影片來說 相差不會太大 對 為什麼呢 因為解像度低 而且 Action Cam 通常都是魚眼鏡頭 很多時候 影像有少少差 其實你不太覺得 尤其是它又不用對焦 對 你更加不會覺得差異 而且它有好處 Action Cam 通常內置了防震 這樣就很穩定 畫面 你其實可以省 其實我會省Gimbo 我覺得 有些很貴的Action Cam 才有 沒關係 因為拿得輕是更重要 Gimbo一定有一定重量 輕和細件 整件事我經常主張 那件事 小才容易拿出來用 因為Casa去露營 我猜它放在一邊也可以 露營也很重要 露營也很重要 你拿很多東西 即是Gimbo 小一點也很便宜 每一KG都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想像Action Cam的畫質 理論上 比手機還要差一點 無反 你和手機比 如果你說純粹計畫質比較 就是這樣 下一題 Kiv問我們 幫我們Like和訂閱 多謝 多謝 其實規矩是 你叫了朋友 親密集合 你不是經常說 Like和Subscribe 不會這麼會說 但規矩應該是 所有親密集合 多謝 正式沒有問題 所謂入門機 成像質素 是否跟專業機 是否不相差 例如銳利度 色彩 例如Canon M50 處理器 最新的Ditcher 8 甚至CMF 都是比較新的 如果換了好些鏡頭 會否跟專業機的級數差不多 是否專業相機 多些功能 其實現在主要是問入門機 和高級機的分別 你怎樣了解 我怎樣了解 你經常說牙膏廠 什麼牙膏廠 不是說Canon Canon其實 他的廣告 其實不是騙人的 他真的用DigiPad 但Canon去計算 是很厲害的 你不需要擔心 你比便宜的相機 是有好的質素 不用擔心 因為一定是比貴的 即是多利價錢 一定會有好的質素 這是成證比 在Canon上肯定是 NICON有可能會錯 其他品牌未必是這樣 對 你買貴一點 一定會好些 例如你說到M M50 M50會比M5M6差 這個很明顯 暫時這個數據 我理解 Kiff你剛才用Canon的M50來比較 因為Canon經常會發生 新的入門機 用Digi的代數 是新過一些舊的定輯機 甚至有些機器用Digi6 即是有些高級的機器 其實Digi我真的問過 如果純粹是Digi這件事 其實主要是功能的分別 而不是質素的分別 某個程度之後 對質素的影響 不會像第一、二、三代的差距那麼大 後期Digi 可能有些新功能 加進去 但舊款Digi是不支援的 所以它才會換新Digi 就是這樣 整體 不要只說Canon 便宜機和貴機 當然最主要是功能和Performance Performance最明顯 你拍兩張相片之間 對焦快不快 拍完一張會否要等 這些就很明顯 但其實質素上 現今世代 難些用這個去衡量 例如 D850和D5 D850的解像力較高 但亦沒有低調 所以拍出來的相片 是比較明顯 細節較多 但在高ISO的情況下 D5的表現比D850更好 但這個理論在Canon也不成立 Canon也有少少成立 總之在講其他比較 即是它的級數上 和影像質素 我剛才說兩件事 一個是 夠不夠Sharp 多不多層次好不好 一個是高ISO的時候 那個Light Control的表現 其實沒有說哪個比較好 只不過是適不適合你 你是我的意思 但當然 再低調一點 其實可能就是 Light Control又差一點 然後影像的Sharpless 就差一點 解像力又低一點 其實一路下去 它當然不會給你 即是每一間廠都是 其實 都不是每一間廠 總之 各間廠 所以就不能這樣比 但當 到最後 一分前一定是一分房 結論就是這樣 任何廠都一定是 但問題是 在哪個位置偷走 有些可能是功能 有些可能是功能 有些可能是質素 有些可能是質素 就視乎每一間廠 每一部機器不一樣 下一題 Ken Lay 就問 用A6500 加了24-70G Master 還有交涉 交涉之最 55-1.8 還有Bartex 85-1.8 現在 想升級A7R3 你這樣買鏡法 都有這個 對 想買一支35 拍人像 我們在想 Sam Yang的35-1.4 還是Sony的35-1.4 還是Sigma的35-1.4 我們會選哪支 可言 不是價錢和尺寸的考慮 一定是Sony 一定是 原廠 原廠每件都是最好的 其實有時候 如果你不是要考慮錢的問題 我經常都說 原廠的兼用性一定是最高 是啊 你不會投稅 對焦有多快有多慢 其他廠 其他廠一定不會比它快 除非差很多年 不差五六年的鏡頭 還有偶然 你現在R3而已 你可能再升級 R4 R5 的時候 原廠的兼用性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你如果想有 影像的突變 很厲害 很厲害地突破 其實可以試試Sigma 是 那個很誇張 很誇張 還有那些 外表的感覺 又是很嚴重 很奇怪 整件事會很精彩 但穩陣的一定是Sony 但如果說性價比 就輪到三元 一定是 所以其實 看你自己怎樣選擇 因為Ken 我建議你 你都用原廠G Master 也不是錢的問題 應該也不是錢的問題 也不是力量的問題 我會建議你買原廠那支 沒錯 下一條 Kenny Lau 問 為何無反 無論是Canon 也好 Sony 也好 甚至Nikon 也好 由千多元到過萬 都是沒有對焦尺 即是鏡頭 為何 90Mark有 為何 90Mark有 其實是設計問題 他不給你的 90Mark有 認真說 因為現在的鏡頭 對焦不像以前 設定了那個位置 如果你要對焦尺 他會特意做給你的 因為現在很多是電子對焦 甚至乎 裏面那組對焦的零件 和外面的對焦 其實根本就不是一體 不是一體 在某些情況下才會鎖到 甚至乎根本是電動推 如果他要做對焦尺 其實是反而很麻煩的 這支鏡又可能會再做得更加大 所以 所以你看到電影鏡 就是這麼大 所以他真的沒有 現在都很少人會看 對 再加上Zoom鏡 那尺是會變的 更加複雜 他要做到關節 令到對焦再變 會更加複雜 是啊 所以就索性不做了 但是 市面上 無反 其實有鏡頭 90Mark SONY90Mark 富士 有一堆鏡 都是這樣的 都有的 跟著 M43都有一堆 靚鏡都有的 都是一推上推下 那種方式 因為其實就是做過那種離合 對焦環 和裏面 對焦零件的一個離合 是做給你 但是 我又覺得 又不是一個必要的 例如SONY 你再拉一尺的話 是錯的 不是 一來他不太準 二來 其實現在很多無反 你手動對焦的時候 他在畫面上 已經有個對焦尺 都是不對的 但是在畫面上 都是不對的 距離都是不對的 不會正確到 那麼厲害的 什麼啊 剛才他上面對焦 為什麼三米是無限遠的 這麼搞笑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也不需要來 其實這個問題 不是在無反世界出現 在自動對焦的時候 已經有 只不過是越來越少 越來越減少 下一題 Joanna Jung 問 有幾個比較複雜的問題 買了一套 67M1Z的 KING KID 是散景雷鏡 我想他 這部我真的是搜尋 搜尋白癡 我真的找不到這個 真是本事 幸好他有豁戶 是一個散景鏡頭 蓋雷鏡 總之 放在鏡頭前面 做散景的一些東西 是 先發覺 A7R3 配這支Sigma 1.4 就不太適合 但又想買來玩 所以 就問我們 我們覺得 最好買多一支 Rokino 即是SAMYEN 51.4 還是買Sony 的 85 1.8 適合多一些 應該是67M1 因為是85 1.8 是的 同時 也想買多一支鏡頭 問SAMYEN2.8 還是騰龍 SAMYEN24 2.8 還是騰龍的28 75 2.8 都覺得很吸引 但是 就買哪支 即是想不到買哪支好 主要用來旅行 適合女生用 要輕便一些 還有呢 想問一下哪支 會比較新呢 像我們所說的 兩支差不多時間出 但以上講的鎖鏡 都沒有超過 全都可以買 其實是 我真心覺得 只是幫自己想想 次序的問題 無關事 全部都沒有超過 可以買 例如我們做事習慣了 每個鏡頭都需要有的 會比較方便 因為Zoom鏡始終質素有限 我們有要求他質素 就會使用靜燒鏡 通常鏡頭都會齊 所以其實 沒有問題 買齊都沒有問題 你遷就自己的需要 例如你去旅行 買G24 走才比較重要 然後 沒有了 買G24拍照 已經很足夠了 中間你欠什麼 85 85就是你喜歡 淺景深 應該是85 不好意思 我剛剛找到的是什麼 那些鏡頭蓋 就是有形狀的鏡頭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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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買85 最明顯 你的效果 最明顯 但你要有光點 或者 晚上的光點 是 在焦點 即是人 假設你焦點 人的後面有光點 其實一定要在高光點 日後 人的後面 是一些樹影 樹底 或者 樹的中間那些位 透光的孔 又是高光點 那樣東西 那樣的 那樣的 限制都幾大 如果你想 很想玩這些東西 就買 G85 1.8 其實50 都可以 但 更加明顯 後面 散的會更加明顯 你會更加容易看到 例如 心形 首先你要選擇 夜景來用 這個會容易玩到 另外想買 我覺得你買 Zoom 玩一下 其實 如果只可以 2-1 24.8 和28.75 但 好像 Colin所說 其實沒有 很自信 買 24 因為 又小支 又插了 又不會 雅定 也是 因為它本身有 35 1.4 你買多 15 再加一支24 很齊 當然 你也可以選擇 買一支 即帶一支去 28.75 如果你不介意 帶三支 你這樣買 就買24 其實24加85 應該夠 因為HR3 還有35 都很大支 很巨型 不要去旅行 是 這樣 如果你有 再買一支85 你再考慮 這兩支 我覺得兩支 都可以 如果去旅行 好 下一題 Quan Headphone 就問 在用A7 S2 拍片 想買一支 Y鏡 蔡C的18 還是Sam Yen 的14 以AF 畫質 變形小 為前提 應該選擇哪支 好 還是 要是想 展示 變焦鏡 變焦鏡 感覺不太好 所以就問 這兩支哪支 好 兩支 沒有摩菲 同時擁有 都沒有問題 當然 買18 穩陣 14 一定會有邊皮 變形很嚴重的問題 會出現 你也說 走後兩步都可以 因為有些位置 譬如拍攝 建築物 一條斜線很斜 14 就表達得很美 但你現在拍人 或者一些普通東西 18其實都很足夠 如果你說畫質 變形小 為前提 蔡C 應該就好些 因為原裝鏡 因為你拍攝影片 是會幫你繞 是比較重要的 是 另外 另外 還問 如果工作拍片 相機如何設定 例如開啟S-Log 3 相機測工 是否可以相信 因為很多時候 到後期製作時 才發現很大聲音 不知道是否設定問題 暴光不再 是 我們要找回什麼 S-Log 3 要轉的設定 是 我們找到 有加碼設定 加碼設定 我立刻看到 加碼顯示輔助 叫做 加碼顯示輔助 因為你設定了S-Log 3 你要設定 例如設定709 會比較清楚見到 你實際的曝光 是 你會知道自己 究竟在拍攝這種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一調整了S-Log 如果真的顯示S-Log 整個畫面都灰了 對 這個Sony官網都有提 可以詳細一些 看它那邊 它講解一下 因為很多影片都有講解 Sony Sony 清晰一些 因為有它裡面的 menu的step 讓你選擇 然後走 留意一件事 我不肯定S-II有沒有 因為比較新的 是這部S-II 是那部AX-II 如果真的沒有 那你就試一下 關掉它 設定好曝光 才調整 S-Log 開來使用 唯有這樣 因為我們平時都是看 國安法門 ISO 不是在畫面 不是在拍攝 尤其是 如果比較舊款的 我估計S-II 都沒有那個功能 唯有就是 用我們剛才的方法 因為畫面真的灰灰 你真的看不到它 是 即是左部剛才再推 S-Log 好 下一題 FB Kenny 問問 Kenny是攝影新手 有沒有 機器可以推介給他 另外 有朋友 推介了一部 Canon M50 給他 覺得適不適合 他的新手 我也會說 如果價錢不相差 提遠 買M5M6會比較好 其實相差很少 對 因為畫質有距離 是嗎 我寧願買M5M6 雖然它是新的 但是M5M6 M6 實實一點 有時候 如果價錢 我們都說過 其他 之前應該有些QA都提過 就是 如果你真是有心 去學 歌圈快門 之類 因為你攝影很多範疇 你可以純粹 我不管 我相信部機器 就按鍵 我只是玩構圖 任何一部機器都可以 但如果你真的想學 技術性的東西 例如 至少光圈快門 ISO 那些 怎樣去變動 學得好些 深入些 其實是 比較中階的機器 入門會好些 因為M50 都真的比較入門 因為那些機器 在這些功能的設定上 是方便一些 甚至乎偶然有些功能 可能Low End機 不是沒有給你 但它又限定你 某些情況下才能開到 你從來都不知道 原來有些功能 是可以這樣玩的 你便學不到那些東西 所以 可以這樣想 另外 因為Canon 都發佈了它的全片幅 無反 是 不需要想的 因為我覺得 它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 EOS M系列 應該是過渡不了 上去呼飛 即是鏡頭的發言距問題 過渡 那過渡看是怎樣看的 你整套都賣了它來換 那你等同於 它是兩個牌子 兩個軍牌 如果你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如果想著 學學客 有機會上 full frame 那真是未必 未必選擇Canon 它將你界定義的尺寸 已經分開了 M就這麼小 那些機器是很大部 當然 將來我不知道它會不會 有些解決 真的出來 可以用到 讓你這樣升級上去 但是我 起碼現在這一刻 升級就是嗎? 給錢就是升級 什麼都要給錢 但是你整套舊的東西 賣了它 賣了它就是升級 不開心 好了 今次最後一題 Calvin Ding 就問我們 用A7R3配神牛的Trigger X1T 控制Sony的原廠閃燈 45RM 發現 Trigger上 調校閃光燈輸出率 和閃光燈顯示 是不一樣的 但是 有趣在 原來 它又覺得 是能控制到的 因為 有光暗 控制它的時候 光暗又有分別 這樣 但是 會不會設定錯了東西 還是令到 螢幕顯示不一樣呢 還是神牛Trigger 用來控制Sony原廠燈的時候 會有參數不同步的現象呢 做了一些資料收入 就是你的問題 網上沒有什麼發生 我肯定一件事 我也經歷過 因為 Sony這種新的接點 再加上神牛這些 不是很頂級的廠 接點的金屬 所以 我都在用 都要裝插 兩三次 才行 你可能因為 控制輸出的 指令 那裡 接觸不到 你看到 一排 十個 零八個 接觸面 可能一兩個不到 控制不到 那個指令 但是 你去閃燈的時候 控制有光暗 可能是另一個階段 那裡接觸到 就可以走到 這方面 就是這個光暗的補足 所以其實 你的問題是沒有問題的 你再裝插多幾次 就會有效的 我認真 我自己 就有另外一個想法 因為 我們現在都是靠股 我們現在 不夠數據 不夠數據 我自己 另一個想法 就是 因為 神牛 他們的逆向工程 我不知道 你明不明白 什麼叫逆向工程 總之 用他自己的方法 去估計 原廠的燈 那些訊號 之間怎樣走 我自己 比較 感覺到 神牛 會用 比較多一些 叫做 取巧的方法去控制 那可能 他在那個 控制 控制 他是控制到 但因為他用一些 比較取巧的方法 有機會令到 這支燈 誤會了某些東西 所以這支燈顯示 和你的設定不一樣 但是你相信 神牛 自己的 trigger上面 的顯示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所以 隧道這一刻 可以 我也運回這支燈 去賣 網上已經沒有了 這支燈 那邊沒有了 是的 OK 第一節 那麼多 稍後回來再繼續 和大家QA